王虹浩浩和一歲兒子 因為雙雙確診所以在家隔離 不過老婆鄧芙如卻是好好的 篩檢結果一直都是陰性 不過他除了要照顧老公小孩之外 最近還被當成是創作靈感 浩浩疑似是隔離崩潰 寫了一首新創作 說自己想吃芭樂卻找不到叉子 最後直接隔空怒吼鄧芙如 有小子不見啦 影片PO出後迅速登上 YouTuber發燒第一名 網友也笑說真的是瘋了瘋了 應該再隔離久一點 這種創作太洗腦了 不過被點名的鄧芙如也不甘示弱 直接寫歌回唱老公 難怪我彼時一直在那邊哭哭哭哭哭 哭哭哭 我說我沒有那還繼續在那邊哭 And this is my quarantine 超巨大的反差網友聽完也笑說 真的好好聽 但歌詞快笑死 老公也搞笑轉發 不幫忙找叉子在那邊唱歌 也在底下留言逼問 叉子到底在哪裡 夫妻倆罕見隔空互動 粉絲也笑說 這樣也是另一種放閃啦 我見你聽到這間 快點 一邊哭哭哭哭 我見到你了 你來哭哭哭哭了